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獨行十順的地方 它就在媽公城旁邊 它這邊是全台灣最古老的眷村 這裡有一定有真實的地方 然後變成一個類似文創的園區 這裡就可以看得到張雨昇的椅子 有一些餐廳張雨昇的故事館 郵隊也來一首張雨昇的歌吧 我的未來不是夢 要來一首澎湖灣吧 這裡是個非常好拍照的地方 一個文青區 到處都可以拍照 而且它有設了很多拍照的語言造型 漂亮 海燕窩專賣店 走著走著又想要買飲料喝了 是一間很漂亮的店耶 謝謝 可愛 提上面喔 如何 它是只有包裝嗎 就是海燕窩 真的很涼 不錯好喝 吃起來有 海燕窩那個口感裡面有 然後桂花味道也有 接下來晚餐前 因為我們來這邊吃山水燒烤 那距離晚餐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來這山水沙灘這邊走走 這邊很漂亮 不錯 適合玩水 而且這裡還有淋浴跟廁所 感覺這邊走上去之後 就會看到很漂亮的海便 晚餐呢我們要來吃這間 山水夏日燒烤 這間也是非常難訂 在澎湖的每一間 怎麼都這麼難訂啊 都要先 線上預約 預約了之後呢 它就跟你說要後補 後補了之後呢 還不一定等到 然後等到前一天呢 它就跟你說 你有定位喔 你有沒有要啊 我就預訂到八點半 八點半之前沒有位置 那怎麼辦 要不要等喔 或者是去別間喔 剛剛有人打電話過來都沒有 都沒有位置 好我們現在 因為等餐廳等好久 還是等不到 所以我們來這個山水山林高地 來這邊看看 這也是拍星星的地方 如果說天上沒有雲的話 這邊可以看星星 八點接近快半 我們總算等到位置 這裡呢用餐 2.5小時吃到飽 然後是450塊 超級多人 到這麼晚還這麼多人 終於 好餓啊 有這個鮮塊 然後冰箱那邊有鮮 冰箱這邊呢就是蔬菜類 然後肉類有豬肉跟雞肉 然後下面就是海鮮這樣子 海鮮有小捲啊 有小螃蟹這樣子 還有魚 海鮮就是 海鮮就出來了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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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吃這個真的是超滿多的 對 我覺得 這個現在有點太適合我 因為我 它會一直控制這個火候 因為它一開始有火的好大 然後吃到這有零味會烤焦 其他東西不管是放在便便 然後就是完全烤焦 一放上去,過了幾秒才沒有關,就馬上炒焦 然後還有這個同學,我本來想要捏著它一隻 可是它就這樣中開 我要吃東西的時候,它還這樣中開,我都沒聽到話 我還要這樣子夾著 我覺得很可憐 這燒烤麵可能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年輕人 小捲也蠻好 小捲好吃 出來這邊就是吃的氣氛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來到海邊吃海鮮 海邊燒烤麵 海邊燒烤吃海鮮餅 蠻好的 來到了,起來的樓下二樓的酒吧 哇 這個現場很像耶 今天要拿一點酒 在地特調 感覺蠻不錯的 外婆的澎湖灣 很便宜 有更多的 高雞 那好喝嗎? 對 你應該不喜歡因為但酒會比較濃 外婆? 很吸引 瓜哥 早安 早安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古早味的 義風壽江 好多人喔 現在十點半 大概到十一點 然後我們今天睡太晚了 昨天太晚睡了 現在好多人要考慮 然後他說現在剩下的部分有怎樣 所以他現在要買什麼 看看有什麼囉 好燙喔 真的是蠻香的耶 現做的 而且剛剛那邊的人 他就在壓這個燒餅品 油條也是現壓的喔 對啊超酷的 蠻香的 好 好 那我們午餐還是一個 海鮮餐廳 然後他在外面之前就是一個 一般的海鮮餐廳 然後把我沒有 可是一走進來裡面超多人 超多 建議要限定外觀要補太長選 然後他這裡的菜單就是 有他們當地的魚類啊 跟一些菜啊 水平小館啊 嗯 他說他們的這些 生食啊 冷排啊 他們都會選用他們自己當地的東西 嗯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炸物啊 跟一些 清蒸的一些螃蟹類的這些 哇這個螃蟹看起來不錯 剛剛菜單上面都是沒有寫價錢的 好可怕喔 然後我們就只點了這種 蛋糕的一些招牌 然後我們點了七湯菜 然後我們沒有點仔細 然後我們點了菜單 上面推薦 對 上面有寫本店招牌 身形式 好好吃 哇他這個花枝台 花枝很多欸 好好吃欸 因為一口咬下去 外面脆脆的 然後咬下去之後呢 脆的咬完之後 就咬到花枝了 好好吃 好酷喔 我們來到這個摩西分海的地方 然後摩西分海這邊今天 是 分海的時間是12點多 分到下午5點多 哇好多人喔 好酷喔 這是分海退潮時間 欸 這是個免費的今天 他好像在那邊猛啦哈的感覺 好酷喔 完成了呀 摩西分海 現在1點半 我們來到澎湖的最後一個行程呢 來到這個領頭公園 這個吉林村咖啡這邊 度過我們最後的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要搭 4點半 你看那邊 海邊 哇 好漂亮喔 那個咖啡店 看起來很漂亮耶 而且這裡好多樹喔 涼了 哇 花呆亭 也太美了吧 你看那個人那個位置 真的嗎 好涼喔 哇 哇 這也很適合待一個巷子 你先看要點什麼 然後你點一點之後 你們先去找位置 好 咖啡 點心 我們點了兩個氣泡飲料跟兩個咖啡 然後還有兩塊蛋糕 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搭配這一片海景 哇 超美 那我們現在在機場 吃個東西 然後準備要搭飛機回去了 我們回去是搭4點40的飛機 那這一次來澎湖玩 你們有沒有印象比較深 覺得哪裡比較好玩的景點 我最喜歡幾陰村那個地方 因為那邊最漂亮 而且 有樹蔭都不會太熱 因為那裡最接近我們的行程 所以你記得那邊是不是 是的 還有第一天的那個早午餐最喜歡 那你呢 我比較喜歡小希臘 喔 喔 第一天的小希臘也很不錯 我也覺得那邊很漂亮 拍起來很好看 紅谷喜來燈的酒吧 哈哈 那個是吃的 不行 先景點 景點啊 那也算景點啊 不行 再做一個景點 夢幻沙灘吧 喔 嗯 夢幻沙灘看氣氧還不錯 Ember 你吃的有喜歡哪一間嗎 一間午餐 喔 喔 對 而且我們今天午餐吃下來一個人 大概四百多 接近五百塊 含了飲料 五百塊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 那我覺得來澎湖的話呢 我覺得還蠻適合 如果說 四個人或五個人的話呢 可以租汽車 對 還有摩西崩海也很不錯 然後你說那吉林村那個沙灘 我很喜歡那一邊 然後北邊的話呢 就是幾個景點 去看看走走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次旅行就到這啦 掰掰 還不錯 小希臘加上沙灘 就完美了 舒服 是 謝謝 好